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往北走 直接进入 后来分配给犹大支派土地的南边的南地 其实可以直接进入应许之地 但是呢 他们并没有直接北上 反而是呢 想要绕到这个东边去 想要绕到约旦河以东 要借到这个以东 摩亚 还有亚摩利人的土地 然后再过约旦河进到中央山地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有直接北上 不同学者有很多不同的猜想 但我想最简单的原因就是 这是出于云柱火柱的带领 这是出于耶和华的旨意 我们之前在讲到这个云柱火柱带领的时候 就有提到 有时候上帝的带领不一定是从世人的经验里面 或是说大家最熟悉的 觉得最合适的一条路去走 他可能带领的是跟你想象的很不一样 因此就要学习仰望神 信得过神的带领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他们决定往东北边去 借到这个以东的土地 摩西从加低斯就先猜浅使者去见以东王 说你的弟兄以色列人这样说 为什么称他们是以东人的弟兄呢 因为以东人的祖先就是以嫂 而以色列人的祖先是雅各 以嫂跟雅各是双胞胎兄弟 所以他说我们所遭遇的一切艰难 就是我们的列祖下到埃及 我们在埃及久住 一处住了四百年 埃及人恶待我们的列祖和我们 我们哀求耶和华的时候 他听从了我们 他听了我们的声音 猜浅使者 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 这事你们都知道 首先呢就诉诸 他们是同根生 因此希望能够让他们有一个方便 可以介入而过 第二个 述出这个情感面 就是说相信你也知道 我们过去在埃及 很辛苦当了奴隶 后来是耶和华把我们拯救出来 如今我们在你的边界上的城 加低斯 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 我们不走田间和葡萄园 就是不会破坏你们的农作物 也不喝井里的水 因为这个井里的水 是你们辛苦挖出来的 我们都不会影响你们 只走大道 原文做王道 所以他们拜托他们 这个让 拜托以东人 让他们走 这个王道 王道呢 就是在约旦河以东 一条国际商业大道 北边呢 从大马四格开始 往南 走约旦河东 经过了这个 亚门人的地方 亚摩利人的地方 摩崖人的地方 以东人的地方 一直往南 又经过阿拉伯人的地方 一直到 鸿海的这个 阿卡巴湾 是当时的一条 国际大道 又称为王道 因为有王 会派遣军队保护 这个沿路的通道 都顺畅 一面土匪来抢 所以是一条 最快速 最宽敞的国际大道 然后他说 我们只会走王道 我们不会践踏到 你的葡萄园 到那个你们的田 也不会去喝你们 井里的水 不偏左右 直到过了你的境界 但以东王说呢 你不可从我的地经过 免得我带刀出去攻击你 以色列人 只好又改口说 那我们要走大道上去 这个大道是另外一个原文 它就不是王道 它是一条比较小的路 我们和牲畜 若喝你的水 也必给你价值 就是如果喝了你的水 也会给你钱 不求别的 只求你 容我们步行过去 所以这一条路呢 比王道来的小 以至于 那个车辆无法 就是很顺利的通行 大家都要下车 或是走路 用步行的 速度会变慢 但是以东王仁安说 你们不可经过 就直接率领许多人出来 要用强硬的手攻击以色列人 这样以东王不肯容以色列人 从他的境界过去 于是以色列人就转去离开他 这个以东人不愿意 这个借这个路 给以色列人经过 让他们吃了闭门羹 这件事情呢 后来上帝也审判以东 在很多的先知书 都有讲到这件事情 二十二节 以色列全会众 从加迪斯起行 到了荷尔山 荷尔山的确实的地点 现在没有办法得知 耶和华在附近 以东边界的荷尔山上 小域摩西亚伦 也就是说 在他们想要借到以东 结果失败之后 他们又走回头路 然后呢 就来到了以东的边界 的荷尔山上的时候 上帝呢 就跟摩西亚伦说 亚伦要归到他列祖那里 就是说亚伦 他的寿命要结束了 他必不得入 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 因为在米利巴水 你们违背了我的命 在这一章的上半段 讲到摩西亚伦 因为不信神 他们觉得这一群 以色列百姓没救了 他们也对他们很失望 很生气 所以上帝是吩咐摩西 吩咐磐石出水 给百姓喝 可是摩西气不过 他决定要用仗 击打磐石 结果一仗打下去 竟然摩西四十年行生机 第一次失败 没有水流出来 所有的百姓 可能都非常的惊讶 可能连摩西自己都很惊讶 但是摩西 他还是硬着心 不悔改 他决定用仗 愤恨的再击打磐石 第二下 水才流出来 百姓有水喝了 可是 在百姓的眼中 他们知道一件事情 他们看见了 今天摩西竟然行神机失败 他到底发生什么事 一定是神不与他同在 因此耶和华说 你们不信我 在百姓的眼前 没有尊我为圣 因此你们跟那些 不信我的恶百姓一样 不尊我为圣 所以你们不得进到应许之地 这我们在二十章的上半段 我们有讲解过 那这时候 因此呢 二十五节 摩西你就带着亚伦 跟他的儿子 以利亚撒 上荷尔山 把亚伦的圣衣 指的是大祭司的圣袍 脱下来 给他的儿子 以利亚撒穿上 亚伦有四个儿子 老大跟老二 拿达和亚比户 在立位记的时候 在就职典礼那天 当场就被火烧死 因为他们就是没有尊神为圣 那因此呢 现在这个以利亚撒是老三 他就继承了父亲 做大祭司 然后呢 你要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 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 亚伦必死在那里 归他列祖 所以呢 摩西就照着 耶和华所吩咐的儿行 三个人当着会众的眼前 上了荷尔山 摩西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 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 亚伦就死在山顶那里 于是摩西和以利亚撒 下了山 全会众就是以色列全家 见亚伦已经死了 便都为亚伦哀哭了三十天 一般来讲 一般人过世是哀哭七天 但因为亚伦是大祭司 又是百姓和上帝中间的中宝 因此呢 全以色列会众 为他哀哭了三十天 亚伦的过世代表 这个以色列第一代的人 都会倒闭在旷野 也就是说 第一代的以色列人 若不愿意悔改 信的过神 愿意悔改信上帝的带领 他们通通会死在旷野 那现在是出发集的第四十年 这一年还没有完全结束 而且也还没有进到迦南地 代表如果还有一些 小部分第一代的以色列人 还没有死的 应该要好好把握机会悔改 不然呢 他就会死在旷野里 但是看起来 很大部分的第一代以色列人 都没有把握机会悔改 那亚伦呢 他终于死在旷野 没有进应许之地 实在是令人非常的恶丸 而下一个会更令人恶丸的 就是他的弟弟摩西 那摩西之所以没有被允许进入迦南地 我们上次也谈过 一个被神为以重任的人 他在众人的面前 不敬畏神 不遵神为圣 而凭着他的血气 执意要犯罪 他所造成对信仰群体的伤害 远比一个平凡的人 他不遵神为圣 所产生的对信仰群体的伤害 因此每一个被神使用 被神重用的人 我们要特别留意 我们的好行为 会增进信仰群体 很大的信心 可是我们的失败 跟我们死不悔改 会造成信仰群体 更大更大的亏损 因此呢 这就是神透过摩西的 一个悖逆神的一个举动 所带给我们的管教跟警惕 二十一章第一节 驻南地的迦南人 亚拉德王 听说以色列人从亚他林路来 就和以色列人争战 卤了他们几个人 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发愿说 你若将这名交付我手 我就把他们的诚意进行毁灭 南地他就是属于 这个在后来分给犹大支派 的土地的南边的旷野地区 因此呢 驻南地的迦南人 其实他们就已经是应许之地 亚拉德呢 在犹大的土地的南部大城 西伯伦以南不远 那在那边呢 有亚拉德王 他们就来跟以色列人征战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 其实加迪斯往北走 就会来到这个亚拉德这边 我们不太知道为什么 云柱跟火柱最后没有要带领 他们直接北上 但是看起来就是他们曾经在 这个南地这个附近 曾经有发生过一些交战 那以色列人一开始是失败 可是呢 当这个亚拉德王又再一次 派兵来追赶他们的时候 那以色列人就跟神说 你若将这个门交付给我 我就把他们的诚意进行毁灭 什么意思呢 以前古代的战争 这个士兵也没有薪水 所以薪水就是你打胜仗之后 你照你的能力去抢夺来的战利品 就是你的薪水跟你的酬劳 以色列人说 请你让我们把他们打败 我们会把他们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毁坏 一根针一条线都不拿 代表我们打败他的目的 不是要为我们个人得什么益处 纯粹是为了你耶和华的缘故 因为他们不遵你为圣 所以呢我们要打败他们 并且把他们进行 进行的毁灭 完全的毁坏 第三节耶和华就应允了以色列人 把迦南人交付他们 他们就把迦南人和迦南人的诚意 进行毁灭 那地方的名便叫和尔玛 和尔玛的意思就是毁灭的意思 这边谈到说他们在那个地方 将这个犹大支派以后 会分到的土地的南边 叫做南地的一些迦南人的 城邑跟村庄毁灭 那那个地方就给他取名叫和尔玛 而他们上一次呢 三十八年前 他们不听耶和华的话 因为他们悖逆什么 不愿意进去得地为业 神就罚他们在旷野漂流 总共加起来要四十年 他们就后悔了 就说神啊 我愿意悔改 那再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上去得地为业 可是神那时候不允许 可是这些人呢 他们也不听神的话 神不让他们去 他们偏要去 所以代表他们的悔改是假悔改 我们有时候以为啊 我们好像对神做了一些宗教的忏悔行为 然后神就接下来一定要照我的意思 去成就我想要的东西 这些以色列人认为 我事后有上山顶去哀哭啊 代表我是悔改的啊 那耶和华就应该要准许我 可以重新回去征战得胜 得地为业 可是神说 我现在没有要你这样子 我现在不允许 可是他们根本不理神 允不允许 他们就直接怎么样 就上去打仗 结果就在荷尔玛地方 被江南人打了大败 那这一次呢 神有允许他们去打仗 让他们打胜仗 那荷尔玛的意思呢 就是毁灭的意思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感谢赞美你 主啊今天的经文 给我们很多的提醒 第一个 以东人不念弟兄之情 在弟兄需要援助的时候 不仅是冷漠 而且是落井下石 主这给我们一个提醒 你是都看在眼里的 求你让我们有爱弟兄的心 不要像以东人一样 主第二个我们看见 主以前我们很多时候 悖逆不听你的话 常常强迫你 或是要挟你 要照我们的旨意 去成就事情 结果弄得灰头土脸 主啊我们看见 以色列人这一次 他们在荷尔玛的经历 我们就知道 若不是出于神 我们根本什么都不能做 因此凡事都要学习 倚靠神 若没有神的允许 我们就学习等候神 我们就学习让神带领我们 用别的方式来成就这个事情 谢谢主 求主让我们成为信得过神 顺服神的百姓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 请不吝点赞福大家